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主记总处的李处长 喂好 处长 本期想要请教你 就是说今天你报告里面提到的 一般新社会福利补助款里面 我看到你其实分了三大类 一个是差短补助 一个是定额射算 另外一个还有是额外加计增波的经费 这三项里面呢 我看起来都是现金给付 那为什么在主席处 你们的分项里面会分成这三大类 你们是怎么分的 你可以讲一下吗 好 那原先在那个90年度的时候 我们在整个社会制度在处理的时候 那时候对地方的补助 放在这里面的这个经费比较少 那后来是从部会里面的时候 把一些经费把它拉过来的 那当初拉过来的时候呢 就有拉了一些那个 那个专项的计划啦 所以呢 那个现在刚刚委员看到的就是我们一般的那个基本财政收支差短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用一些那个项目来设算的 那可是后面那个定额设算那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一些指标来来计算这样子 对但是你这样子会不会出现一些 本席觉得不太合理的现象 比如说身心障碍者的生活补助 它一样是现金给付项目啊 那为什么你没有放在你的差短的这一边 你是要放在定额设算 因为你反正放在定额设算这边呢 其实它占的比例全重又非常的高 高达百分之六十三 是几乎是其他这个额绍加起来的好几倍 那到底这样是怎么配置的 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整个额公式设算下来 我看起来会觉得说 你会不会造成一种某种程度的不公平 当时你们在定这些指标的时候 有认真好好的去讨论过吗 因为按照你这个指标 你可以看到整个现金给付的部分在设算里面 占的高达百分之八十 那其中身心障碍就占了百分之六十三 其他百分之二十才是福利人口 就是说你把这个老人啊儿童啊 各五%这样子放进来 那你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 将来会不会出现 你是所谓的重现金给付 而轻社会福利的福利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基本上你设算下去的钱 你八成都是都已经是要花掉的 那剩下两成才是他有空间去做一些福利服务啊 那为什么当时的公式你们是这样子定下来的 会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们实际上这几年下去考核之后 有没有发现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 另外一个本席担心的是 会不会有一些县市很会发钱的 他就只要做发钱的工作就好 反正只要中央设算下来的钱 我只要负责把钱花完 我就已经达到八成的效果了 我其他的福利服务的项目 做也好不做也好 其实都无所谓了 会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这个各位报告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在设算的过程中 还是会看现在的情况 实况是怎么样来设算啊 所以呢 因为身心障碍者 他那个人口啊 人口数的话呢 那其实是蛮大的啦 那所需要的经费也是蛮大的啦 那所以呢 最后在设算的占比的时候呢 他就会呈现比较高的趋势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那如果那些项目通通都是必要性的 而且一定要支出的 你为什么不要放到差短上面去 就像中低的那个老人生活今天啊 你就放在那边啊 那既然这个的占的比重这么的高 为什么不放上去 就是定了设算这边 可以让他有一些空间是做别的事情啊 要不然你几乎你占 你的占比占的那么重 你其他都不用做啦 你们当时在 这个就是本期一开始问你的嘛 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分类标准嘛 这个部分呢 我是希望你们回去啊 要好好再重新研绎啊 包括郑市长在这边啊 就是到底你们是怎么放的 有些放在差短补助员 放在定额色算里面 那既然你这一些都是现金给付项目 而且有一些 如果他已经是非支出不可的 那你为什么不放上去 你原来的差短补助款里面 这个我觉得这个李处长 你回去要好好再重新研议 待会本期也会有一个领体哦 就是希望你们回去针对这个部分 要好好的重新研究好不好 另外一个部分 本期这边要请教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刚刚其实 那个可不可以请曾市长一并上来 我们中央对地方 其实是有补助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但是地方其实也应该要负起相对的 质仇的责任 但是本期看到像我们各地方县市政府 热衷于办跨年晚会 热衷于放烟火 光去年放烟火就放掉将近一亿元 各个县市加起来 那这当中我们就看到这社会福利这个部分 中央其实是定额色算下去了 但地方的质仇款到底有多少 刚刚其实次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哦 就是说你们这样子考核下来 其实整个社会福利预算里面 中央其实占多少 地方占多少 可以看出那个端倪吗 那地方有没有越来越少的情况 地方首长是不是把这些钱 很多都自由的裁员都拿去做硬体 然后办大活动都烧掉了 但是对于社会福利的部分 他们愿意自筹的部分 其实是越来越少 这个部分有数字吗 有吗你们不是每一年都在考核吗 这个部分有看出来吗 这个部分 假如说我们从每一年 社会福利绩效考核 看他们自筹的一个部分 是没有减少的一个趋势 那有增加吗 应该也没有吧 它增加是有维福增加 有一些是有增加 那第二个部分 刚刚委员所垂寻的 就是说 社福经货的一个运用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考核里头 就会很注意这一个部分 尤其刚刚委员提到说 地方政府它随便花钱 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它编的预算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 为什么会把那些 中低收软生活经贴 身心障害者居家生活补助 放在那个 那个差短补助里头 那放进去了之后 就已经有给它一些协助 像新竹县 它以往不是都有 针对软花经贴吗 对 那就是因为这样 它每年考核 都落在后面 因为我们认为说 这个不能这样子 但有对它形成 任何的压力跟改变吗 也没有啊 有啊 它后来它现在没有发了 没有发了吗 没有发了 是因为中央 是因为它后来发 发不下去了 没钱了 当然财源也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财源 都用现金给付 那对它整个社会福利 的一个推动 也会有影响 所以这些都会构成 它要做改变的一个原因 好 本席觉得社会福利 其实是要中央地方 共同来执行的 也不能完全都是中央的钱 那地方政府首长 其实把这一块是漠视的 只着重一些大败败的活动 这本席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将来在考核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中央其实还是要 就是谨守你们这个把关的 这个力量 这个机制 好不好 这个部分呢 待会本期也会有领体 那接下来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是关于额少安置机构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那个 儿童局局长 张局长上台 那两位可以先请回座 有关于这个额少安置机构的部分 这个在两年前的全国额少国事会议 其实就很多这个额少安置机构提出来 他们在这个人员的部分 觉得政府的补助其实不够 然后安置的这些额少的类型 又非常的多元跟复杂 其实非常的辛苦 那这个部分他们也很希望说 中央政府其实应该要再 多给予一些协助跟帮忙 那去年本期其实也召开过这个公厅会 因为现在这个 违反额少新教育防治条例的个案 其实很多 所以我要求 其实你们要去改善这个安置机构 他的整个品质跟人员不足的问题 那不晓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儿童局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另外本期最近接获这个少年团体的反应 就是说今年为止 其实这个儿童局针对这个少年机构 人员的补助的项目 其实还没有下去 这个部分为什么delay 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局长就要讲一下 是 我想就从前面 这个两年前的国事会议 然后到去年八月 八月中旬 这个委员的这个开供应会之后 我们配合今年在 我们对这个一般机构的 这个补助 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针对少年机构 他们一方面不容易募款 二方面呢 他们安置的类型比较特殊 特别是有性交易 那又有所谓的紧短 紧急跟短期 因此我们在今年的社服补助的 这个基准里面呢 增加了一项 这个对如果有特殊需求 就包括安置这个 紧短的部分 他可以用专案来补助他的社工人力 跟生服人力 所以你们又要补助社工人力 那这样很好 为什么不赶快补下去 那也因着这样子的调整 所以今年对少年的机构的预算呢 产生了一些微幅的一些变化 因为我们也让机构希望能够尽量的导引 他们去安排这个部分 所以在社工人力的补助 跟一般的育幼院 就是我们的儿童的部分 有一些差额 然后呢 再来就是有对偏乡的部分 也有增加一些 这个经费的补助 所以目前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缺口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协调当中 好 我想这个部分 这已经是两年 这个两年前我们开全国儿少国市会议 这么多的儿少安置机构 他们的一个共识 特别是对于一些偏远的协助 这个也很需要 而且现在儿少的问题类型这么的多元复杂 的确这一些 我觉得儿少安置机构 他们面临到的处境 其实是相对辛苦的 所以本席要求 这个部分儿童局 你们要尽快去想办法 就是找到裁员 而且要让这个这些少年机构 让他们可以稳定的运作下去 因为他帮助我们这个社会照顾的 都是这些边缘的少奶或少女 他们其实很需要 我们在这个时候 好好的安置辅导他 拉他一把 他将来才不会造成我们社会更大的一些伤害 或对自己的伤害 所以这个部分本席要求儿童局 一定要好好的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然后协助这些少年安置机构